持續針對今年第六號颱風卡努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目前卡努颱風位置是在距離台北東方約51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將持續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目前卡努颱風的強度呢 還是維持在中度颱風的上限 近中期的最大風速是每秒48公尺 而它的暴風範圍呢也是有280公里 未來隨著它逐漸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動 將會暴風圈逐漸接近影響到我們的近海範圍 也因此呢目前的海上警戒區域就包含了 台灣的北部海面還有東北部海面 提醒這些海面上面航行的作業船隻一定要严加戒備 而在台灣附近海域活動的船隻 也要多加留意這個颱風的最新動態 卡努颱風在接近的過程當中 今天已經為台灣附近帶來一些外圍雲系上面的影響 我們先從目前的累積雨量圖上面來看 累積雨量圖上面顯示呢 在今天中部以北這一帶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 主要中部以北是在沿海 而在竹苗這一帶的雨勢會比較明顯一些 這主要是在今天清晨的部分呢 在竹苗這一帶有比較明顯的回波發展 那累積雨量呢 苗粒有來到114毫米左右 而這樣子外圍環流的影響呢 在今天白天都會持續 甚至到了晚間之後整體在北台灣這邊的降雨會越來越明顯 我們看到雷達回波圖的部分 從雷達回波圖上就可以看到 目前這些回波都是斷斷續續的 受到地形的影響 在北台灣這一帶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 那我們從未來的降雨趨勢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隨著颱風逐漸接近的過程 北台灣的降雨累積增多 而在中南部這一帶的山區也開始有一些降雨增多的情況 至於到了明天颱風是逐漸的較為靠近 而且西南風在晚間也會開始逐漸增強 所以北台灣包含基隆北韓這一帶 是受到颱風環流的直接影響 而在中南部隨著西南風的增強 整體的降雨也會開始增多 而到了週五這段期間颱風它在台灣附近 是呈現一個比較緩慢的移動的情況 所以說呢在這段期間西南風持續的影響之下 在中南部這一帶的降雨持續 尤其平地的降雨也比先前還要增多了 而北台灣的降雨趨緩的程度 則要是到時候颱風遠離的速度而定 至於在外島附近的天氣 在澎湖金門馬祖 在目前為止大致上 都還是以比較偏向多雲到勤的天氣 而有一些外圍雲氣的影響 可能也會有一些降雨機率 那在明天開始呢 隨著西南風的增強 澎湖也會開始轉為 有一些短暫陣雲的情形 一直持續到後續 至於在我們被封測的東半部這一帶 整體來說大致都是一個比較偏向多雲 然後氣溫比較高的情況 目前在台東地區的長濱 還有在太馬里這一帶 其實已經有觀測到36度以上的高溫 那所以說在今明兩天 花冬地區還是要留意比較偏高的氣溫 像是或是被封沉降 有一些焚風的情況 至於在未來 我們在短期之內的降雨趨勢 這是未來48小時的降雨趨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細節 也就是說到了今天晚間開始 北台灣還有中南部的降雨增多 而中南部地區到了明天 白天大致上面還沒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不過到了晚間開始也是增多的情況 至於在海面的風浪部分 我們也要提醒 目前隨著颱風的接近 在今天到明天 台灣近海的浪高是在逐漸增大的趨勢 可以看到到了明天 在我們的北部 北海岸還有東半部 恆春半島以及馬祖這一帶的浪高 都可以來到3米左右 那甚至在北海岸 東北角這一帶比較接近颱風的 暴風圈的這個範圍呢 它的浪高是可以來到4、5米左右的浪高 那至於在風力方面呢 目前氣象局已經持續發布 路上強風特暴 提醒在北海岸還有東半部 恆春半島這一帶呢 都會有接近9到10級的強陣風 未來明後兩天 隨著颱風較為接近台灣 整體的風勢還會再略為增強一些 提醒大家都要留意 那這段期間呢 也是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以策安全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要提醒說 在今天一直到週五這段期間呢 是適逢年度大潮的期間 所以我們在西南沿海的這一帶呢 在漲潮的時候 它的潮位是會比較高一些的 那再加上我們剛才所看到的雨量方面呢 在週四、週五左右 中南部這一帶的降雨是逐漸增多的情況 所以屆時也要留意 是否年度大潮 再加上降雨比較增多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有一些排水不良的情形 堤瓦地區可能會有一些淹積水的風險 最後呢 我們中整在這幾天受到颱風影響的時程 各地的重點讓大家來參考 我們在今天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北部這邊風雨是逐漸的增多的 而在明後兩天 週四、週五是颱風距離台灣最接近的時候 也因此要特別的留意這種強風豪雨的情形 北台灣的降雨時間偏長 尤其北海岸是風強雨大的狀況 中南部在週四晚間 風雨也會比較逐漸增多 下雨時間比較長的情況之下 要防範大雨或是好雨的狀況 那在週四、週五這邊 我們看到後續西南風是持續增強的 所以中南部這邊的降雨 也會後續持續繼續的累積 那但是我們在週六這段期間 颱風是有偏向加速遠離的狀況 所以說屆時颱風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在北台灣這一帶的降雨也會比較減緩了 那東半部在這段期間來講 大致上面都還是要留意高溫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這一節的天氣說明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